歡迎收看今天的動漫無雙人,我是主持雪凌 還有我懷疑 贏者 沒有我懷疑 今天是齊章,笑好 集結在一起 集結好 還有澳洲 你說什麼?那些是罪犯來的嗎? 英國扔罪犯去澳洲 我們開始之前要重複一次上次講過的事情 不過這次要講得快一點 這次要講什麼呢? 這次要講新版 說之前要再講一次新的無雙官方Bot 變成Wordpress 最簡單就是 acmusou.wordpress.com 即是AC無雙 Wordpress Facebook自己去找動物無雙找到 我們繼續講新版 第一套講什麼呢? 第一套講的當然 打記先 今季 我叫做今季 比較有興趣 有動力 追下去的一套 記住 是比較的 不,我反過來 整台只有你一個 沒有玩PSO2 那又怎樣? 沒有關係 PSO2這個文化 我們第一套講的就是 刀劍神域 第二套 可以說下去吧 不是啊 我意思是 這個作者穿完 他的第一套來的 第一套來的 但動畫化作品就是他第二套 沒錯 那這套作品本身就是在 網絡版連載的 之後其實是在家族世界 推出了之後 就將他再萬苦化 他好像在03-04年開始連載的 如果是網絡 網絡小書來的 很早期的 其實現在大家就找不到網絡版 因為網絡版 因為出版的關係就拆光了 當然拆了一些 大家都有些人稱為謎字腳本的東西 這個待會再講 首先 SAO動畫版的話 他就用回順序法 就不跟小說版 小說版 小說版一開始就已經去到第74層了 小說版有少少賭 應該是賭罪法來的 是小說他不夠 他自數太多 切了一些中間的事件 比他自數太快 他當然做了少少改動 他的原料是 因為SAO本身 老實說 如果他真的要有心要寫 1-47層的話 足夠他寫整年翻都可以 有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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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有 所以其實你說 文庫版他轉了 一開始就解決了這件事件 然後再用一些短篇 去補足故事的內容 應該是比較容易做的 不是比較容易做的 我覺得是 始終在說話 我覺得是 文庫版本身 文庫版本身很多人都看過 如果你用一個策略的銷量來說 你不會把舊的再搬出來 變成貿賦品 沒有人買的 反而你可能就說 寫一些新的短篇 再配合一些舊的短篇 再整合 再整合 再去給人買 你的銷售策略才是成功的 這個當然是 這個故事的品質的問題 你有這麼多集數他做的嗎 他有很多 你又不好 他肯寫就有 我們錄音的時間 應該是報第四集的 其實 看到就是 完全順序 是一個完全順序化 其實我覺得是 製作主和村園有心想 把自己以前 可能吃書吃錯的東西 撿回整一次過順便可以去 我覺得不會 因為 老實說 我覺得很一般 第三集 這三集裏 他拿到文副版 即他原作裏面的份量是很少 他真是簡化得很厲害 一些基本 其實 如何索足同仁這個主角的心路 在這個SAO裏面的心路歷程 他基本上很欠缺 很欠缺 他有改代過嗎 沒有 首先 第一集 當然 他也是用回小說 開頭的 就是《起始之日》 那裏 就是 一萬名 玩家 被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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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被困住 大部份都是傻子 沒有傻女 基本上 都有女的 少 全部被主角遇上了 有的 真的有 他講的是百分之幾 百分之四 現實上 其實不會這麼少 當然 最大部份是男 第一集 你看到第一集 當我已經沒有了的時候 大部份女人家全部都變成三百一佬 這些場景 其實很正常 補充一件事 大家在第一集 第二集 我在無雙的Facebook 都有推出過統計數字 那個就是來自 4Game 一個日本很大的遊戲情報網站 的統計 玩這些遊戲的男女比例 是95.4% 男女比例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 但是這個是一個 大概2009年的數據 但是有一個比較新的調查 最近說 現在這些女性玩家 是開始接近到三成的一部份遊戲 你可以為有上升的趨勢 不是 最重要的是 它的遊戲是限量發售 玩的 通常限量發售 願意排隊 是排整晚的 都是男人 你錯了 可以在那些 那些買回來 其實你說第一集的 編員Face是理想的 因為第一集的編員Face 好像說 開頭說 就算人妖也好 扮東西也好 那些 online game真靈的面目 全部出來了 這真的是真理 他反映著事實 對 我們對面那兩個都寫141cm 怎樣 他會馬上爆 即是若然PSO突然之間這樣的話 你們就麻煩了 這個PSO2的四個高度是 141cm 141cm 187cm 163cm 即是兩個是小矮人 一個很高的 另外一個正常偏高 對 很正常的 通常都會隱蔽 因為你可以這樣說 即是玩遊戲 他會覺得 當然選擇 當然是好看 因為藍門的恐懾 當然 但藍門的特色 絕對不好看 最終會變成 當你的真身演出的時候 你穿上衣服 就好像拖著阿妹那個 那些人 不靈不靈 經常人妖 誰拖著阿妹那個 第一集 他說第一集 有一個肥仔 即是原本是肥仔角色 在追求女生 在搭散 然後突然之間 兩個人 一個變成肥仔 一個變成一個 我有截圖 在無雙的Facebook 他們最初是要買豬鏈給他 然後最好笑是甚麼 第四集 他們兩個有想法 兜搭那個第四集 那個女生 露啤的藍珠光 到你說 第一集 他最終是大魔王 開發者 是的 那這個茅翔 茅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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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 這個世界已經佔領了 哈哈 一個很典型的大魔王格局 很喜歡的 其次 應該是離開 想離開 這個其實我覺得 你說的處理手法 就是 不應該只有同人一個 因為老實說 封測有一千人 同人只是其中一個 你可能說 那一千人裏面比較高端的 但應該還有些跟他同歸的 一聽完消息之後 就立刻 一個180度 就立刻轉了槍去打怪 他就少了這一刻 就 給到跟黑羅恩說的說服力 就差一點點 那麼多 他會不會比較謹慎 那些其他玩家 就要踢完石 全部的事 大魔王也不見了 難道你認為他是大魔王 然後過了五分鐘就 不好意思 那些事情 確定一點 因為同樣他也說 他一個人上落 其實有點不安全 他跟黑羅斯 但是其他玩家 簽個位 我記得你封測 一起走 那些人 封測幾個 而且很正常 就算我不要理你 那些情況 是不是真的 你在這個情況下 完全沒有指引 就不能登出了 那大家會沒有方向 那你就不知道在做什麼 就是你會在那裡 磨很多時間 在找他任何一個領導出來 就是沒有一個領導 可以告訴我 我要做什麼 又或者我可以早點 跟其他人 起碼出去探險 但是 同樣就會有非常清晰的思想 就說現在呢 我放在這裡 我一定會死的了 我一定要去下一個點 他那個主要點是 資源爭奪的問題 就是大家的人 站在死點 大家都打開機的人 都明白 就是守點去 等怪的回應 那就可以穩定地 去拿到一些經驗值 和金錢 或者反過來 打這個即時戰 就最明顯了 一開球 你一旦是步兵速攻 或是搶資源 一旦搶上一些抗 打持久戰 即是抗就是 只有這麼多人在 是的 那個原因 對 他為什麼會拉著黑內欣 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老實說 他又不是在遊戲 我早就認識他 他只是剛好 在遊戲的位置 平水相逢 說不定叫刀劍神 刀就是黑內欣 劍就是同仁 你 是BL 那你明白 你最多說 黑心地說他同仁 是想說 有什麼依略的話 有個身心 都不只推他去死 多條護身符 算了 要一起死 找你一間佛所裡 那就是 有脈蛇比雀打死 當然我們這個 很有智慧的黑內欣 就看穿了同仁的計畫 然後拒絕了同仁的要求 拒絕了那些什麼要求 先做刀還是劍 組隊 不是做盾 組隊的要求 跟著同仁就 自己去一個人出發 這個就是第一集的故事 其實挺好的 我覺得這個手法 好像大屠殺一樣 開場已經很緊張 我挺喜歡的 他開場的手法 我想起另一套 就是迷宮塔 換吹塔 換吹塔 我想起的是 我看到一百層 我心想要上一百層 是不是 反應是這樣的 不好意思 是不是之後打完之後 另一個坐塔的天空又變回 沒錯 那那個應該是大逆倫 應該是 你還說這樣好嗎 茅長的音樂 一百層只是一個起點 我作為一個 我沒有看過原作 沒有完全被人偷過的 不是讀者 觀眾 我看完之後 其實想聽的東西很清晰 就是說 這個是遊戲 第二樣東西就是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生存遊戲 真是會死的 簡單一句 一隻會死的VO 人沒有HP的時候 你就會死掉了 其實這件事就很清晰 不需要 至於你說那些技能怎樣出 我覺得OK 隨便都進去 這個是他那個世界的設定 這件事我會知道 如果你看小說 你會補完 如果你不看的話 老實說 我覺得你看畫面就OK了 至於世界觀察設定 都已經告訴你 其實如果他想做得密一點 我覺得第一集 他可以說到 有些人出發 其實你說這個是小說的時候 在SAO裡面第一個死的 第一個死的人 不是被怪打死的 即是他有說過 那些人怎樣去嘗試 究竟怎樣可以飛出遊戲裡面 即是說 我不玩了這個遊戲 即是說 要死人的 他覺得 即是試在Mario 跳到井上 跳艾 因為其實第二 在原作小說裡面 第一個死的角色 是跳艾死的 動畫也有做 動畫也有做 有有 他音樂交代 即是說 嘗試跳去 剛才我無牌所說的 有些人在那裡 說 不會的 這個有事的 他困了我 我現在試問你看 我跳下去我沒事的 即是會有些這樣 然後有些人就說 嘩好厲害 當然在鼓掌 好厲害 當然有 未必真的死的 他可能真的出去了 但證明不了 證明不了 但問題 即是很簡單 即是剛才說的 現在的遊戲 會死人的 他玩 即是 很老實說 他說會死人 然後 你自己 你又沒有這個燈出鍵 一定會寧可順其有 不可順其沒有 然後 你見到 有一個人好勇 這樣說 不會有事的 現在他不是叫你試 我示範給你看 那你去試吧 下次死去 你去吧 然後有些人在後面 嘩 很棒 好啊 快點 然後一跳下去 然後看下去 你去看那個檔 就看我悲 真的沒有名字 你發覺有人拆了 你又說 勇者不見了 我精神會記住你 走 已經變成了 我沒有記錯大部分 MO、RTG 其實有十多呎 我們都不會扣一月 是呀 是呀 那你迷宮 即是你迷宮 那些動作的力量 就會因為高 應該說 如果原尊作者他寫那個時期的話 其實是 R-O R-O 基本上是沒有所謂 跌下去這個設定 因為根本跌不到 你之後走不下去 沒有FALLING DAMAGE 是呀 魔小石跌下去 沒有空被吸星 吸星的 不是呀 GTA跌下去是會死的 沒有的 你就算DoubleDub DoubleDub 會死的 錯 DoubleDub有個Achievement 就是掉一滴血 你取得到Achievement 你取得多一點 那你不會大家經常去 大家逗跳 哎呀 死了 你再加一點點 是測到一個高度去跳 即是開火事 就算你說動畫版是跟著順序的 但其實他也跳了一集 因為其實中間是說說第一次BOSS戰 即是這一篇 其實應該是短篇來的 我忘記了是否在雜誌裡面放送的 就是《無星夜之泳炭》 即是打BOSS那一集來的 嗯 他之前應該還有一集 就是跟人出發 即是跟黑羅一分開之後 他第一次接受一些 即是他知道一些任務可以拿到一些比較好的武器 其實還有一集 其實應該是 嗯 那一集其實就會是 都是 會承繼回類似 第一集說的事情 就是很多online game裡面的一些 特色 你可以說 劣恨 你可以說是 即是怎樣去 即是 借怪殺人 諸如此類 那些什麼 或者是CAM CAM的人 即是大家最流行就是 如果玩一些PVP遊戲的 等個Player 打完隻怪 只剩下一半血 然後出去就 偷襲他 沒錯 其實那個故事最主要都是說這件事情 是不是比較好 不是 很快的想實 其實都 不要問 我覺得 當然你說這一集 為什麼不做的原因是什麼 很簡單的理由 沒有女兒 因為在這個短片故事裡面 是一條女兒都沒有出現過的 那有很多條子 每組都有 其實他加下去不難的 要做的話 我不知道 但最終他沒有選擇去做 因為其實這件事 我都明白 這件事其實對同仁來說 對他的意義的確是不大的 他只不過說我 因為其實 他直接來說 他沒有殺了那個PVP 那個PVP自己是狠狗的 所以可能 對同仁的心理負擔來說 他覺得 這件事其實 對我來說都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你自己狠狗 不可以怨我 我們以後不用打魔吞 和有馬 什麼 你很早就開始十次了 你 我不是很內疚 那不用少少離題 他第一層就已經沒有了 所以OK 不會 你帶來任何心理陰影 你會棄棄之街之外 一槍就被野豬打死 就是那個情況 被野豬撞死 好 好 好 然後第二集其實 就說回 就會是 打一打一場PVP 其實斬了很多東西 因為他一開始 其實你說 如果小說的 其實和 阿斯拉的相遇 是前面都還有少少故事的 嗯 這個 他就沒有看 他就直接跳了 已經是 即是放閃光放得不夠厲害 不是 一開始已經沒有閃的 比較太閃 是的 不知道 算是兩個高階玩家 一下子就可以狙擊 這樣 即是可以心靈相通 技術演武俠 已經生一對 接著已經是說 他們發現了第一層BOSS的房間 接著就召走一群人去 試刀 試刀 不是 試刀 真的想打你 闖閨房 接著 中間就插入了 所謂的封測者 和這個 正式普通玩家 中間的一些爭執 即是說 封測玩家 知道情況好 但又不公開 把所有的好東西都沒有打 其實我覺得這個 很正常 如果是這個 你生死相佈的遊戲 難道我還留些東西給你 我平時玩 都未必留給你 我為何自己不拿 即是平時玩 我看到劍在地上 我撿了 我也不會告訴你 很正常 即是這些 MMO的遊戲 本身就是一個競爭的遊戲 MMO 已經不會這樣做的時候 當你知道這個遊戲 已經變成生死存亡 更加不會公佈 所謂 這個世界是很現實的 所謂發財才才是立品 你通常都是 在中正時間 你不會看到一個很友善玩家 就是當一個玩家 有錢到不幸的時候 他就會說 我帶你一下好不好 這樣 通常是NPC NPC永遠都幫不到你 一個摸摸死了三個 通常是公佈了一個 有利於大家的情報之後 基本上他已經用了很久 已經用了沒有用 所以你說 他把那本小冊子 在商店街派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 叫人之以盡 雖然你會覺得 很基本的東西 但我覺得可能那個人的心態 就是 又免得死死那麼多人 隨便寫一些 寫一些很基本 很 sample 的東西給你 至少給你一些資訊 當然他也不會告訴你 有什麼打法 我想其實你說封測玩家 就是 他的故事那裡 都是說 封測玩家都有很多種 都有肯幫人 不幫人的都有一大票 但幫人的都有一大票 有的 有幾十個是好人 沒錯 當然他這個事件 去到這裏 暫時過了一段落 然後就 正式去打Boss Wong 其實Boss Wong 我真的一看 他越來越像公佈了 真的 Boss Wong 真的很像 也沒有拼換 不要再說 他很理會的 也去吧 總有的 那麼 打那一部分 當然 其實那裡都幾省水 其實都看見 用回他那個Switch的概念 就是一隊上一隊換 那個東西 表現OK的 有個人去指揮一下 正常他的低級 沒有什麼特別必殺技 給大家玩戰略 沒事的 盾也普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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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走人 下一批上 你說這一個 他遊戲的格式裡面 因為他本身 沒有所謂魔法的設定 所有東西都是 所有人都是 戰士來的 只是一個 爽啊 閃啊 弓啊 好像是說 你剛剛好捉得正 那一下閃光 接著你 可以和你駕駛 講魔亨 魔亨其實都沒有回復職業 某程度而言 你不計狩獵者 我指角的意思是 魔亨那個情況 就是 你經常見到 我經常見到 當你打到一隻怪 就有硬直 自己有沒有 我不知道 看樣子都像有硬直 例如你捉到 那一瞬間 跟他合得見 你就不需要扣他 大家互相彈開 那一隻 某程度上 如果技術超高 其實你可能不死 但你被人 一瞎錯就 玩完 就好像 之後 當打到一隻怪 只剩一行血 然後 BOSS 換武器 那一刻 那一刻 你玩完 就覺得很神見 當然 你說第一集 因為第二集 這個位 其實你說 最令人廢解的就是 所謂領隊的那個人 領魂者 藍法藍 當他一鑽武器 其實那隻怪 已經剩下很少血 他就大叫 全民去開 等我啦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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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想問你怎樣 他都沒有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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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重要 指揮 指揮者 你當是一個威的團隊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未必需要最大的輸出 但他需要準確的指揮 他要很清晰 他要很清晰 知道每個步驟要做什麼 而當然就是 因為這個遊戲裡面 已經多了很多不同的改動 而他最後大佬轉出來的武器 就已經不是他在封測板裡面那件武器了 他有一個新的行為模式 是的 那個潘迪不同了 應該說 同仁在那一瞬間發現 大叫他們全部跳後 當然就 我按得太快 向前走 不是二成槍 不好意思 我按到必殺技 下了後B也按了出來 然後那個人 當然 他未去到馬上死 其實是 即是他 飛了出去之後 然後同仁本來打算 弄一瓶水去救他 然後那個人就說 他說 你也是風差玩家 你都明白的 然後我就說 我不明白 我不是風差玩家 我不明白的 你想怎樣 阿同仁說 我也是風差玩家 但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然後他不說話 死了 不是 要補摩力 這張照片很珍貴 不要亂快 我們很客觀的事實 大家都看到 這個人明顯想撿尾刀 一個想撿尾刀的人 然後他知道 他是一個自私的人 很明顯是一個自私的行為 但一個這麼自私的人 到臨時的關頭 突然之間說 我覺醒了 神我知道我錯了 夢主寵照 人之傷死 既然有事 然後就跟他說了一句 不知道什麼的 就說 你都是風差玩家 你明白的 不關事 他不用死 人之傷死 他不用死 那些東西就馬上 但是你不明白 他為什麼不喝 固然就是 整支的東西 已經想撞到口 麻煩你 他也撞到嘴 他也撞到嘴 推測的 什麼流血狀態 你保險都沒有 他也是這樣 他又不解釋 然後就說 我死了 即是說一句很圓的 又不是很帥的對白 這樣他就死了 所以你覺得 尤其是想他死 可以死得合理一點 衰氣一點 你死的話 沒什麼所謂 我真的覺得你沒什麼所謂 他死的話 就沒有對白 但要讓他死 不死才能 我又想起有馬 有一次他打摩登 被龍下 夠了 不用再說他 這個不重要 打吧 不用救我 你死的了 打吧 因為這樣 然後阿斯蘭 阿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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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他想做到電子效果 所以斬下去 沒有死 其幹嘛 全部都是數據的光線效果 OK的 沒什麼問題 最終同仁就打贏了第一層的BOSS 拿一件寶物 最終打得這麼辛苦才拿一件衣服 而且是外觀 不是外觀來的 即是你當是規格 他第四集上到四十多層 不是 工禮組不知道去到幾層 還穿著那件衣服 那件衣服真的這麼厲害 一陣子打回來的 你不要玩 你說你打DV 第一張TOMO 第一張那件衣服 你最後有沒有用 你說吧 我有 我有裝了一件Lv8的裝備 我用到Lv8的 可能別人的裝備可以升級 你不知道 是的 這個是之後有的設定 有什麼機會 MON HUNDY夾也可以 之後先說可能 你也不會用雪山裝打 我只是想知道 那當然 我猜跌裝備這件衣服 都是很授悉 就是那個BOSS有一個 Random Proof 跌了些什麼出來 大家不會 真的有Diablo嗎 好公式 當然 其實都很糟糕的 打得這麼辛苦 跌了一件裝備出來 你不能重拆過 你很悲哀 這個算是大禍 因為PSO是鏡像系統 大家都在收拾 但這裡沒有 即是你打完一隻 我都沒有 這隻BOSS不會 respawn的 就是在這隻遊戲裡面 他破了第一層就是第一層 第一層 最初每個人都歡呼 說 終於打死了第一層BOSS 然後那個爆炸頭出來 然後那個牙王的角色 就突然出來說 你為什麼不救他 他本來不用死 然後又說 我剛才也聽到你說一句 你叫大家跳後 真的你知道 你都很過份 你都很過份 你什麼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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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 這些人 這些人很明顯就是 我不用債 我撿不到尾道 我要分叉 我要分叉 你怎麼分一剪報稅給你 當然你說 阿彤仁就 不知道為什麼 就好像 對剛才那個領隊死了 有所感觸 就說 你都是風七玩家 你明白 然後他就說了一些 令到玩家 就是所有的矛頭指向他 當然都是不明白為什麼 簡單來說 我是一個自私的人 你吹什麼 我現在是 你們死關什麼事 我自己超強 我攻略了 我厲害 但當然 他說這句話 就好像是受到 那個人的啟發 而去說這句話出來 但那句話明顯就是 他一個沒什麼深度的角色 他純粹是一個 純粹未到的指揮 所以他說我的話 都沒有深度 你是一個喜歡 所啟發 你講的話都很深極有限 就是這樣 他又不是所有的喜歡 他是一個善意的喜歡 所啟發 然後說了一些 他善意要撿尾刀而已 叫一群人過去 我原本是一個不夠打的 不過你群人都不夠打 我就衝過去去撿尾刀 他的動機就是這樣 現在 大閘屎來沒有他打 他又不爆他 突然間 他又不是和他有親 就算說一說 就算不是全部人相信 都僅有些人懷疑 為什麼要突然退後 當然不說是 當然你說我們偉大的同仁 當然是很聰明 說完這大堆說話 第一件事做什麼 當然是先裝了一件 Boss Drop的裝備 你打我吧 你試試看 那沒事的 你打完 看看這件事好不好 穿得很正常 他當然要穿草 當然要穿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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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開始應該穿了 當時他是懶型 說完之後才穿衣 懶型 他打算自己 當然這個也是很喜歡的表現 我也明白 這件事 當然你說最後 他跟阿斯拿 道別 那一刻 都是 擺明是立定Fact 很明白 你懂得說這個遊戲資源很少 你懂得玩家很少 要立資源 那些道法就立定 很正常 我真的 那些是資源 是的 很稀有心 簡直是獨行玩家 你超強的 你獨行 獨行 我去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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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 故事一選 到第三集 已經說了 攻略了不知道第幾層 他在第二集說的第一層 我還說死吧 不是俗神說 你去到轉個畫面 沒有那麼高 你已經十多了 那還可以的 你中間可能也是 又是死人 又是什麼 還可以的 死人 死2000個 91都是差不多 很快 一萬死2000個 20% 接著就說 阿童仁 已經是一個 48層的玩家 那時候 40 他遇到黑貓團 是40層 他不知為何 無緣無故到一個 20-30層的區域 不知道在做什麼 找找 他那裡累了 走去 打素材 很正常 我們都拿了名 打慣機 然後 剛好 碰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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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伍組成 又不多 平銀的黑貓團 然後 然後 一個 一個 焦底的坦 這班人是勇者 整班人的一班人 躲在後面 然後 一班人的肌 兩班人都死光了 這班女子持封 大有能力 最厲害 這班勇者 你還 RESID 到這點 你不能在乎 最少不去 你拿著一支 pleasure 狗孝不動 你沒有聽過一句話 死人是沒有DPS 死人 死人是沒有DPS 當然看到同仁就起了這個測任之心,就無緣無故去救這個 有女人,說完 其實我也有這樣的可能 在隱藏他的實力之下,就救了這一班黑貓團的團隊 然後他們看到有坦王,然後就明知說,我真的有坦王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他們組隊那天看到對方的層面,但反而同工會不會看對方 他也是沒有組隊的,他同工會也沒有組隊 他的鏡頭都看不到你的層面,你自己看得到自己的東西 不知道就別管了,奇怪,撐住了你 不是喔,但那個Saki突然不知道什麼,是裝了他的 不是,那個是裝了他的介面,這是一個後話 他開什麼事的時候演示自己的東西 但你組隊的時候,你真的看到血量,那條巴是看到數值的 以及看到那個人的名字,以及工會,是這麼多的 算了,不要理會,可能他有一次電話教你 突然之間就因為這樣,就邀請同仁加入黑貓團 然後同仁就不知為何,做了獨行玩家 做了那麼久,就突然之間就答應 有女樂,不是啊,人總會有悶的時候 有女樂? 我悶口味這樣,這個說法很邪惡 不過他很忙喔,早上有跟工會,晚上要出去打前線 晚上他升級,不知道是不是打前線 總之他就是一個網絡廢人的生活 一個住一個 整個遊戲裡面要睡覺嗎? 應該不會吧 遊戲裡面的設定其實就是 他好像說吃東西那些,你實際上不是真正你的實體果復 但他有那個感覺 有那個感覺就很難受,但是你不會死的 你不吃東西是不會死,但是那個感覺會很難受 你跟睡覺一樣 正常來說,他的實體應該是吊了鹽水 只不過是那個機器給你這個肚餓的感覺 實際上你不是真的肚餓 簡單來說,其實是控制在大陸 但是問題是你睡覺 如果你的人真的不睡覺 三個三夜不斷都在用精神,你真的會死的 即你的實體真的會死的 所以我就問你遊戲裡面,是否需要睡覺呢? 其實需要的 需要的,應該要的 需要的 如果不是他弄一些床,你沒用的 旅館的全部都沒用的 PSO都有床的 你想這麼說 你有沒有看過床 你有沒有看過床 即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即是基於我疲勞度的設定 類似的有床 你說什麼? 衝蠻小子人夠床 他說有床 不說床 繼續說 接著就邀請同仁的原因 就是因為剛才說過 他的坦是膨胃的 他要訓練他的坦 成為一個不膨胃的坦 那些男人的作客 可是哪看的人都不是坦 其實那些人是PK 你覺得一個大概20多個人 他們全班都是軟線 當然近線都會覺得他是坦 你到底是不是道賊呢? 道賊都是坦 不是,原本是在說什麼 原本說一 阿瀚應該是持槍的 持長槍的 然後然後就說 趁現在ф 另一個低能 把他轉為戰士 神經,那些男人不能轉 要的女人轉掉? 那當然就是,你想起來也覺得,一個爬底的人,你叫他轉做前線,你只是這樣想,你應該覺得整件事不合理 男人爬底不想做那個女人做,你一定是... 我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的機會,但是那個女人又頂得住,還留在那裡 不,他想走的,你看到他說的 又不是女人,他有說到啊,大哥 他說他想脫離這個世界,他不是想脫離這個團隊 他這個團隊的人全部都是現實裡面認識的,大家都是 他是同一個電腦研究會的人 是啦,最終是同一個人接受了這個提案,自己做坦之餘就去幫這個... 其實是個教師來的 他是一個Master來的,他是一個... 難怪他也想追求女的 其實是很搞笑的,一群二十多名玩家被一個四十多名玩家打到 然後打怪好像所向稀微一樣,然後又覺得,嘩,我們很厲害啊 不,因為他們不知道,同人那麼高 對啦,所以他們的團長走過去買屋的時候,他們就說,我們沒什麼做,我們不如去打錢啊 就在一些比較高端的迷宮裡面就打怪啦 高端裡面有寵怪啦 不是,兜區裡面的陷阱 他們原本沒有一個提的,是觸發陷阱 他們很明顯是沒有怎樣玩的,開門有個傷在 最灰的是什麼? 最灰的是,在這次事件裡面,是由他們裡面的一個盜察,觸發了陷阱 但是大家都知道,盜察一個這樣的職業,是不應該去做這些老殘的行為的 他應該是去找到陷阱,他不是應該去觸發陷阱,是令整個團隊糟糕的 然後他動畫又反映,說他們實際上是不夠打一件事的 你有看到他們那些團團去打那些怪,彈刀的嘛 不,他可能一對一OK的 應該這樣說,他們作為一個,我當他們是一個比較中層的玩家 他們是不懂得對應,即是同仁那些是新京八戰,即是騎王王 他們是生與死之間的戰鬥來的,去玩 他們看到,同仁一砍下去,一刀兩斷,他們砍下去放一隻彈刀,打一打進去 不是,同仁之後是換了,即是換了他原本的裝備,以及用完原本的實力,先刀一刀一刀 但也不夠快去拯救其他的人 你不行,就算你說大家怪同等級,但太多數量,單方這麼小,你不能迴避的 或者幾個個個都不能閃 不是,你見到同仁很威猛,他都迴避得很威猛 但應該就比他們高高 不是,同仁,三個死了,有三個空位證就迴避了,大陸,明白嗎 你覺得好像脈鋪平面一樣,因為是地磚來的 不會做簡單的,因為被人唯嘔,所以你死就這麼簡單 不,即是你說你對著他們,他們應該都真的好像是中層玩家 他們當時上那層,其實是比攻略組低一兩層 其實他們都算是很快的 就算有同仁在旁邊,不斷地給你們砍尾刀也好 他們都有能力,撿尾刀,其實都可以用這麼多實力 但你會遇到一些,一個海量的敵人 就算大家只是同等級,你一隻打三隻,你不夠打,其實都很正常 沒錯,如果中了陷阱之後,都會驚光 驚光都會影響他們實際操作 整班又不是坦,唯一一個坦有熬的 即是不要玩了 坦爬爬得最久了 對呀,那個坦最後死的,同仁訓練有數 對呀,幾乎沒有訓練啊,大佬 你看旁邊那些,被人一招一隻 哪個問題,你是血多的問題 導察最快的,一定最少的,你很正常 你一都以為很正常 那些人被人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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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本身是分享了這篇故事出來 然後有人在同一張床裡面寫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是什麼呢,自己找吧 稍後我把關鍵字放回大家了 對呀,我喜歡博本的東西是什麼 博本不是蟲籠呢 固然回到去之後 公會會長就拿著鑰匙看著同仁 同仁說已經全家富貴了 全家幸福 拿一個回來就是 為什麼死剩你的,為什麼你不死嗎 但其實我覺得那段呢 其實少了一點就是 那個會長應該是鐵絲底 你們應該是不斷問同仁 那段對話是完全沒有了 他就交代了那個會長自殺 你是封殺者 他太快了 太快了 這個故事裡面是同仁 因為保護不到 正在想換口味 真的試試加入一個團隊裡面 而今次就是因為他這樣做 而隱藏自己的等級 就害死了 這個陰影來的 其實關不關他事 其實我都不關他事 他的論點就是 讓大家知道 我是一個高等級的人 即是我是一個高等級的人 說醫區很危險的 即是說多或少 那班人都會 信他 不好意思 你一個高等級的人 你那個封閉 嚇到一些不加力 又反過來 他覺得你高等級的人是這樣 你有你們帶我們 我們還是要打硬一點 做甚麼是你們帶我們 還要打硬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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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夠感就覺得 因為他做了這件事 而衍生到 他覺得這件事的發生 是跟他隱瞞等級 隱藏實力有關係的 我覺得會長可能會這樣說 會長其實我覺得 我交代都可以的 即是你說 你那些 當然他可以做出來 但他不做出來 我覺得你其實可以遇上到 所以他最終 他只是交代音樂 會長在同學面前 跳樓 反而跳樓 你會覺得整個感覺 其實我覺得會長 即是他有沒有甚麼氣氛 都好 他是最唏噓的 即是他打開人關也沒有打過 快點吧 快點吧 他們死了 然後要死掉下去 即是那一刻是最唏噓的 然後如果阿童 真是一個很黑的人 他應該是 突然撿起公會鎖匙 有屋啦 計劃通 有屋啦 捉住 不要跳樓 喂 喂 你公開那個帳戶 還記得 好 大哥 所以沒有 我又覺得 不是這集的 就是甚麼 其實我只是說 剛剛三集其實是黑的 即是比較黑一點 因為全部遇到的東西 都不是好東西 似乎 因為跟著阿童仁 當然是拼命地練等級 然後就已經說到 其實他已經是一個 七十級的玩家 他已經是一個 五年呢 他日練夜練 七十八 七十八了嗎 第四集是 現在第三集 第三集是七十 然後就說 聖誕老人事件 發現了 是會有 傳說中的復活道具 然後 然後 這個情報 他不知道 真不真 沒有人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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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你服務他 之後他就跳下去 會長你服務他 那個道賊 這樣你服務他 又服務他 那你當然是服務他 聽話的 你服務那些 幹甚麼 很合理 以為要代表 很合理 給我也服務那個 先 你服務他 不知道我們幹甚麼 看透 當然 你說 最終 其實他跟黑來欣 那段對話 其實在小說版 那段 會再有深度描寫 因為小說版 在這個故事 其實他是用倒序法的 一開始 已經是說 同仁 已經是去找 那個復活道具 然後 再去想回黑貓團的事件 然後 黑來欣其實是 想勸他 因為覺得 同仁已經是精神有問題 其實他已經覺得是 已經懷了很久了 是不是 因為那個位 動畫版那裏 其實說得很奇怪 無緣無故 就 就 跟同仁說幾句 然後又說幫他 就是被人伏擊 對 被人伏擊 因為其實你說 黑來欣如果在 沿著小說裡面的話 他也是有想復活的 對象 所以 剛巧 大家 都是朋友 但大家都要相同一件道具 其實最初就是有一個 微妙的 對立關係 對立關係 最終 當然 黑來欣是一個非常好人 他是一個好人 是一個非常好的好人 對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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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他一樣的程度 是同一程度 是獨行的 就是這個當然是強 黑來欣那件事情 黑來欣是一個非常友善 這個真相對 他是很友善的高階玩家 而且大家 他第一集也是說過 其他阿浩也還行 也是會場的 而且又好 老實說 你說公利的說 有一個敬人在那裏 我當然多敬人好 不然其他人全部都被關閉了,這個我都覺得是正常的。 接著就說,同仁最終是一個人單挑聖誕老人。 口袋戰爭來的。 人家一組隊打,一個人打。 剛才說,同仁是很厲害的玩家。 可能打久一點而已,沒有問題。 他已經超越了那個位置。 但特殊的怪會不會浮動的可能。 那倒不知了。 他應該叫黑人去踩點,讓一整個打。 即是你明白,當年我們的寵物小精靈也在山洞裡打。 我們外面的怪,這十多厘就入了七十厘。 不重要,總之一個人打拖打贏。 過程也沒有。 過程也沒有不重要。 過程也沒有不重要。 他最沒有的就是,那一刻拿到道具。 同仁發覺就是,那道具只能復活。 死了十秒內的玩家才能復活。 在微光露燒露之前。 那一刻,他應該是表現同仁的絕望。 他辛苦了那麼久。 有個希望,希望救女兒。 不重要,那一刻還不能回來。 簡直是灰道爆了那種。 入了未光露燒熟了。 扔了很久了,阿神。 你說,如果小說版這裡是很揭司的底里去描寫同仁的絕望。 那這裡他突然出來,然後同仁懶形地扔了一件道具給阿赫羅因。 他懶形的樣子壞了,已經是黑了。 喂,黑衣,收了啦。 因為他是毒癢。 因為他是毒癢。 他會覺得,我都會用戶架。 你那些同伴,你有喔,那我就會給你。 其實他也算是說,你有幫過,我現在還給你。 沒有關,沒有國,沒有衷,沒有欠。 我覺得那個態度有些事,有他持人。 畢然說他黑了,這個也是真的。 他那個態度其實就是,因為他是一個毒癢戶架。 當他死了的時候,沒有人會用到這種道具,去幫任何人。 他唯一給的就是,他認識裡面的人裡面。 就是黑衣是一個很故同伴的夥伴, 剛剛又在旁邊走著,然後就把道具送給他。 因為其實,比起他來說,因為他,其實他這裡想表達就是, 發揮到舊東西咯。 因為這件道具是由一個未死的人,對一個死了的人用的。 那作為一個毒癢玩家,他死了, 隔壁不會突然之間,他可以拋見道具給隔壁的那個人, 那些人說,喂,福和羅,麻煩,那些人走痕。 你借護她的名字,啊,死了啦。 你借護她的名字,不好意思。 即是粉塵啦。 他那裡是想表達這樣。 他拿到的東西是沒有用的。 我覺得這三集裡面,其實他很多, 真的描寫就是為何人會, 他的心路歷程那裡其實, 比較不足,我覺得會是。 你一對比原住友。 我只想看什麼, 我只想看什麼,我覺得都OK的。 即是我,什麼呢? 即是他留了一個畫面給你, 其他東西是給你自己思考的。 其實他也有說, 即是說,我只想扔東西給你, 現在4.10秒, 那你就只思考了, 這個人這麼辛苦, 成功愚蠢, 搞了一整集, 結果打回來告訴你, 用不了, 留了來, 撒牛攤, 你也會覺得, 你也會覺得, 哎,都是無奈, 哎,是死去, 你也會有這種感覺。 當然, 可能會寫得詳細一點, 但我就這樣看, 我又不會說, 看完就算了, 都會有這種感覺, 又沒有說, 什麼都沒有, 又不會。 那故事就, 第四集就, 第四集, 就是那個神龍師的兩隻出來, 是的, 應該是今天播, 我還沒看, 雖然是Celica, 其實我已經看過了, 我還沒看, 還沒看, 那我覺得這集做得, 好啊, 黑貓團的, 不是, 這集就寬樂少少的, 其實是同仁的溝女日記, 來的, 早已開始了, 所以很難做一頓, 這是龍師之後, 還會出來的呢? 蛤? 什麼這樣的龍師, 會不會之後還會出來的? 會, 我這樣說, 如果以在SAO故事, 即攻略緣為止, 它是不會再出現的, 下一個遊戲會吧, 我不是看到她的活妻, 還沒想像是那樣的活妻, 都說女人這個世界, 想答一個, 答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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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明白就是, 這個遊戲裡面, 我忘記他說過, 大概百分之十, 好像百分之十左右的玩家, 是女性, 而同仁, 在百分之十裡面, 她是專挑選女來幫的, 她是幾乎, 正好啊, 轉過頭, 到四十幾層, 看見, 我覺得你好像我妹的, 又好像我妹的, 又好像我妹的, 一間一間小用, 一間一間小用, 不會倒字, 總有一位是你妹的, 我還沒看第四集, 第四集就, 但你看消息的嘛, 我不知道她的報告是怎樣的, 我不是, 她很正常的, 就是說, 那個女孩, Cirica還是Cirica, 死一隻寵物, 死一隻寵物, 她跟原本的隊員, 散了, 不適合, 然後, 當她的絕望, 就是被人堆壞了, 心臨道, 想說, 鐵出, 八成的時候, 快死了, 就算了, 那隻寵物又死了, 自己又沒有血了, 回復日又沒有, 真的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幾乎都帶不齊, 進去打掛, 算了, 沒事了, 同樣出來, 英雄夠美, 1.1隻, 不是1.3隻, 就打4隻, 這個情況, 我覺得有, 都幾常見的, 在一些標準的按鍵遊戲裡面, 就是, 那些女玩家, 從來他們是, 我不是得罪個玩女玩家, 就是, 在我組隊裡面, 一些我玩過的遊戲裡面, 他們幾乎是百分之九成的時間, 他們是帶不齊的, 嗯, 有話也是, 原來你是女人, 真是見鬼, 不是, 總是大漏一兩樣東西, 不是, 帶不齊一大, 是帶少了一兩樣東西, 對大陸的關鍵的東西,不戴彈的那些,千年耐聞吧,我虧了,我虧了,大陸的遊戲有些天外,不要開玩笑,那沒什麼,OK啦,我當他什麼都好,雖然那些不戴鼻藥,不戴粉塵的人都好,同仁救人之後,通常我會覺得,這些是瀟沙男人,收劍就走,你下次小心點,竟然有時候在中獻就走,應該是這樣之下,誰知原來不是,然後還問你,你好像我妹呀! 這些明顯是溝女的對白來的,沒有差就搭散了,哇,真是簡易是,一層熟島,就好像在下面一層試一個,OK算了,他完全集得了,可能有一個叫溝女K,他已經完全集得了,不是呀,你怎知道他講了多少句才成功一個,要機認識的,那你就經驗了,第二層的時候失敗過第三層就學醒目了,選幾點,這次沒說那麼多,別人知道他幹什麼,不是,應該說,第二層在阿斯蘭那時候就說,哎呀,那女兒不跟過來,哎呀,失敗了,然後第三層,阿恨那次就說, 我想著保持一些神秘感,可能扣到女,怎知道她的女兒都死了,所以今次,我直接一點,爽落青年營就遇到了,今次我直接一點,你好像我的妹妹呀! 扣瀟灑就不行啦,扣瀟灑就不行啦,扣瀟灑就不行啦,直接一點才試試啦,我越懶得熟啦大家,今次我可以浪型啦,你好像我故人喔! 下次我懶得很帥啦! OK,下次不要說她,好像她有媽媽呀! 即是無論如何啦,我跟著,阿童仁這樣就... 跟她說說可以怎樣救回這東西啦! 即是說有方法的,大約三日之內,去到不知道四十七層,還是多少層 當然啦,大家都知道,Selica其實都很天真,突然之間有個高端玩家這麼好心的,突然之間幫你 她沒有這麼想過,會有什麼問題 很理所當然的接受,有錢啦,我要啦! 不是啦,她反正都是... 即是經過這麼說,她那時候死的重點很傷心啦,她突然一心想復活,所以其實其他,總之什麼都好啦,總之你可以幫我復活到,我就跟著你啦! 即是這樣會比較合理一點的,那個想法 那同仁就當然,她又有另外一個目的啦,即是那個目的主要講 當然那個目的就是你所講的 不是你所講的啦! 那個目的就是好東西來的,正常東西來的 你不是還想我講嗎?我過了五分鐘之後呢,她就去了監禮館裡 咦? 是啊,去旅館 去吃東西啦! 沒有啊,我知道啊!去旅館也沒有東西啦! 吃冷靜一點喔! 吃那些白酥酥的芝士蛋糕 那本身其實流程很簡單,即是說,我會想射七層點點 即是她打一個特別Item,去復活隻重的 但是她裡面就像這樣東西,就是一個叫做骨色的玩家 即是一些浮標下橙色的 即是PK玩家啦,你可以說是 可能他們會做過一些壞事啦,最簡單最明顯的就是殺其他玩家 那你說在其他,即是同時的遊戲裡面,斬棋的玩家是很平常的 即是你打WallCup的那些,我的朋友都會說 喂,我沒有空跟你聊天話,我被人追幾個玩家 但他還不追我,不知道要做什麼事 即是很多時候,這類型就會說,有得PVP元素的就是 突然間旁邊有一個人,剛剛打完鬼,只剩下幾滴血 打他,一下就死了,你沒理由不加多刀嘛 對啦,那很正常的,但是你說現在在這個劍神裡面 加刀就很大了 對啦,加刀,那他就真的會永遠消失了 當然有些人都會覺得,沒所謂啦,我都碰不到他死 我就好像沒有什麼良心欠責 而且你說他最主要就是可以拿光別人的 應該是可以拿光別人的物資 所以就,有利可圖,總會有些人是做這些壞事的 即是他會覺得,我沒有良心欠責這些東西,完全沒有的 所以這就要標示為這些骨色的玩家,所以他會是橙色的 主要是帶著這些東西出來,而且也說到一個工會團 就是用這些方法,即是那些綠色的玩家去引誘其他落單的玩家 之後再找一群橙色的出來,他唯有打死他 就拿了他的身上去 但接著那個位置很囂張的 你這群人砍了我這麼久,砍了我四百血 對啦,然後繼續下去,就是跟別人說出那些東西之後 其實我不是,其實女兒只不過是引子來的 我主要的目的是引你出來 沒錯啦,一直下去,跟別人就帶這個女生來來 然後再去,七層,然後再訓練一下她 你只是看小婦婦,我說什麼 她正在找那些,全部都在找她 你真的以為我不知道嗎?別玩了 這個紳士 一上去,整個場直播,我說躲在那裡 火在那裡,被人燒一下,沒事 差點消化液 是不會扣血的,還要燒化液 網色沒有 在那裡打載,那些過程 到了最終,很厲害,終於拿到這個花 那張花 然後回歸的路上,同人就發現 叫那些賣出來 於是,鐵村就說,有一群人不斷跟著她 來,就是為了要拿到她手上的特別Item 因為知道她會來拿 這個時候,同人就發揮她超強的實力 就站著被人喝 對,被人站著被人扔 然後她告訴她,整群人扔得很辛苦 她說她們扔了10秒,獲得500血 扔了400血 然後她的每10秒回復就是600血 接著我跟你說,我DV我只有1秒回復 已經600了 她還說她有14500血 然後她說,那就是沒事吧 你幾個小時後,我都不會死 即是告訴她,我站著被你扔了 我現在給你時間,你走 但這個比較重要,除了打碎之外 當然也挺碎的,這個人站著被人打都不死 不靠啊,不靠啊 不靠,我賠回 還要是妙匯,不是激匯 那就算了,OK是帥 但最重要是因為同仁她這次做的這件事 比較有她的目的 要是因為之前這個坦式浮標的一個工會 就是滅了另一個團取團長之外 剩下團長 團長就叫苦連天 但都沒有以惡報惡 反而就說 希望困住他們 丟去監牢就算了 所以其實跟這個算是叫什麼呢 顧雲兵 他跟他之前的獨行俠的形象是有些分別的 即是他會覺得是路見不停不斷相助 又或者甚至可能有些是覺得 我不想要你們這群人,OK 然後我擺了 我把你們這群人都扔掉去監牢 而且我想其實你說某程度而言 可能跟你說黑貓團那個事件有多少的重疊 雖然害死的原因不同 但你一群人最終死剩一個 不是啊,他應該叫團長去跳樓 然後鎖成縮交低,遺產交低 他就說,你跳下去我就幫你 介紹個好地方給你 我古人在這裡跳過 但鎖成要加低 包你一定死 好,我保住你 那最終應該是叫他 你想自己進去還是我扔你進去 都沒有特別的 反而就是要你進去 然後用劍之客 然後說我殺人不要緊,我當人換家 紅幾天有什麼所謂 我橙色沒有什麼 我發表綠色變,橙色沒有分別 我都沒有人敢借我 我怕你走不走 整個一起圍我 所以這一集有些改變 所以我問你那天來理會不會再出來 因為這一集當然你可以覺得 講了一些思想 但是鎖成分不是太多 其實你沒有來理後不是要出來 其實又不是很重要 即是你沒有這一集 然後再講主線 我又覺得好像差不多 暫時他連貫度是挺低的 我會覺得是跟別人的心理描寫比較多 即是會怎樣說 遇到灰,不斷死同伴 到可能第四集 開始怎樣會坐牢扶藥 即是那個心理的變化會比較明顯一些 當然他的主線 我又覺得不是太多 因為他只是說 由於我打到野層 其實對這個概念沒有什麼 我只是知道你打到野層 沒有什麼特別 暫時就是這樣 到第四集為止 接下來應該就是 應該下一集就是圈內事件 應該就是 什麼東西 這個就自己看 固然就是 整體上來說 我之後看 如果跟回故事的順序 應該是一集一女角的 都說了溝女的 神都說了溝女的 一集一女角 他好像沒有那麼多女角 那可以翻譯 有一個不能翻譯 一個死了 一個又不會出來了 他們都是一個正妻 那自己看吧 這個就有一個現場 不要說了 整個乾頭腦都算是你 覺得 黑內因是女主角 不是黑內紫角 他先說話話面 算吧 那看他其實 如果他這個進度的話 我想 一季的時候 應該才可以去到 第一卷的某個部分 算了 算了 不要推測 有機會 SAO的故事 應該是 SAO的故事 應該是 還有幾個遊戲 可以了 那 那 講完故事 其實 整體上 其實我覺得這進度 最起碼 給我一點吸引力 我繼續追下去 純粹以動畫來說 他都算是大番組 人氣上 預定數上 我這樣看的話 我會覺得 這套是不太像改編的 我這樣看 我會覺得 改編通常都不太精彩 這個比較精彩 就是這樣看 因為大家都有說 我按阿劍獸師 金銅新手 不是 而且 他很分明 因為他一出來就告訴你 你玩完就會死 生命的價值比較重要 但是 死亡的感覺 反而他就 他又不會很明顯 告訴你 人性的醜惡 就是 戴著頭盔 引吞氣 大家要蓋他白布 他不會把這些 這麼形象化 這麼擅長的表現出來 這麼擅長的表現出來 他又不會 你提起這件事 我有一件事 我覺得動畫表現得不太好 就是 人對死亡的恐懼感 好像不太足夠 不是 恐懼心的那群已經死了差不多 現在剩下那群已經淘汰了 二千多人走 譬如說 你不是有一個 他之前那個工會 那個黑貓那裡 他死了的時候 都不是覺得他很害怕死 他死了 他只是覺得 被人打很痛 那群 那群 他們害怕都未害怕完 那一刻 就已經拘捕了 而 團長 就生理 崩潰了 所以 給我感覺就是 他這個 對死的恐懼感 好像不是 反而 因為這個 其實 應該是要由 同仁的 內心 即是 表情去表現出來 你明白嗎 同仁只會內疚 我都不會死 拍什麼 或者什麼恐懼 內疚 那些心理描述 那些心理描述 集中在主角群 不是在那些 用來死的角色 你這樣想 但是 這件事很重要 這件事對於世界觀來說很重要 你沒有這件事好像 感覺上是差一點 因爲 因爲他現在 他還未好 去講到 因爲 始終你講這些 要講不同門家 即是 高端門家 有高端門家的心理質素 你中間又有中間 低層的 可能完全是 不能夠自力更新那幫人 又可能有另一個心態 但是他現在很集中描寫 其實 你說原村的 其實 之後我們看過幾個故事 會比較集中 是中層門家的 即是說 他們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但是他們不是最高層 即是這班人 應該是一班 在Online Game裏面 最多的族群 看看高層門家 我想看看 很瀟灑 那些 那些 那些牛仔盾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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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愚蠢盜賊 不要出那麼多 這些古怪人 會掉地 正常 這個世界 有很多中產 正常 不是那麼有錢 所以 你說我唯一針對的就是 他真的斬得太厲害了 很多同仁的心理描寫 應該是這個故事裏面的主軸 但是他 CUT了 追女嗎 追女是附帶的 不是 現在追女 不是故友 追女 追女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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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女神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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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些 大家小心啊,沒有鞋子啊 他40而已 咦,我40而已,你10多而已,我帶你 40封頂的啦 40封頂,封頂帶過10多喔 更厲害? 有馬都不知道10多 收好氣逃走,我不管了,拜拜 人家七三空拳都打到人家,都是純粹而已 如果畫面來說,其實對比起 對比起家族世界來說,他真的差距離 都差距離很遠 差距離很遠 A1可以有的錢,跟他比的 你看到他的動畫作畫的眼是很A1的 但他比過去A1的東西,人們拉長了 你看到他,如果你跟Acero對比,落差很大 因為兩個同一個作品 當然,你說,沿著作品的原畫來講 我個人又不覺得,SAO的作畫很好 他現在變成這樣,不算帶走樣,但他拉長得比較過分 拉長得一個頭身 即是我們講開A1的問題 我們一直講開A1的問題 在戰鬥方面,亦都比不到 亦都是信息於這個家族世界 嗯,是的 因為你始終說,你沒有用魔法的,你用劍的 劍的,劍招的交鋒,那類型的 當然,你說,在這四集裏面 都是那個,要不就跟別人站著被人打 你砍我,我沒有所謂 完全看不到所謂的戰鬥表現之外 其他故事裏面,會比較刻畫於心理 但他的心理亦都未出得太厲害 是的,所以其實某程度而言,我覺得 如果以SAO原作,來比我一個表達來說 其實只有兩三成而已 所以就能得到 還有他的周邊都很頹廢 即是他講一講的,他C82電擊家那邊 有一個SAO的抱枕套 哇,他的圖頭頹到,前面和後面基本上是一樣的 原來是一個純粹拉長了的ASNA 他看見很順暈,周邊的聲音方面也很順暈,但他的預訂率在新版之中已經排到第一位了 正如剛才所說,金國灣也沒有什麼特別爆出,或者質素比較,比他好的作品 所以他跑出了都情有可願,因為我覺得有 是否金國灣比較推薦? 那倒不是 這一套我們就去到這裏了,我們看看完結那一刻 應該要兩季回來 我們兩季回來之後再評論刀劍神力,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對,沒錯 下头加速的就是完略 下头加速的就是完了 下头加速的就是完略